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18时候Jrmin制作VR眼镜的课程 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键盘模式的这个分析 以及这个按键如何处理,包括组合键功能键等等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接着一下介绍这个手柄模式的分析 好,我们还是从这个PPT说起 这个手柄模式呢,是我们VR眼镜这个课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实际上呢,因为我们这个手柄做出来呢,按键也不会特别多 所以键盘模式呢,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键盘上的100多个键都给它覆盖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几个按键 然后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键盘和鼠标 那么这最重要的其实重心还是这个手柄模式 因为这是我们用VR眼镜观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模式 好,那么这个手柄模式它的重点 也就是说,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怎么配合这个VR眼镜的这个APP使用 这个使用的话呢,是涉及到很多多媒体的这个控制的 我们这节课呢,先初步跟大家介绍一下 后续这个实现手柄模式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详细的讲 怎么样从这个莱安模块去跟这个橙子VRAPP 去建立这么一个控制的映射关系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手柄模式的话,像刚才说 它是配合这个VR眼镜常用的最常用的模式 因为从我目前满眼镜戴的这个游戏来看 它这个游戏跟手柄的兼容性 3D游戏跟手柄的这个兼容性不是特别好 还有一些游戏根本打开之后就没法玩 我是安卓手机 苹果系统的话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手柄模式的话 它主要用于观看视频的时候 方便这个操作 就不用把这个手机拿下来操作完了 再塞回眼镜 像来回折腾 刚才说过了 这个3D游戏与手柄接生性比较差 然后2D游戏的话 你戴着眼镜是没法玩的 你可以把眼镜摘下来 拿着手机玩 手柄 我们大家应该都见过有线手柄 主要包括这么几个部分 左手边 一般手柄都是 这个左手控制方向键 也就是我们这个摇杆 为什么括号摇杆呢 因为这个方向键 它实现的形式 硬件上实现的形式 有多种 一种早期的实现形式 它真的就是按键 四个按键 在底下 是那个导电硅胶去控制它的开段的 然后呢 这个导电硅胶 上一层是我们用户能接触到的那个塑料按键 那个塑料按键呢 它是四个连在一块乘一个十字花形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见过 所以它每个就是一个按键 按键的话呢 你往下按上下左右的时候 每个导电硅胶都把它这个电路导通 就形成这个开关量 供给这个CPU了 但是我们要用这个斜向斜下的时候呢 就要同时按住这个 两个键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算是操作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你要摇一圈的话 那就要搓 搓时间长的手比较疼 这个打过游戏的人 大家都有这个感触 后来呢 就发展成了一个摇杆 就是方向键呢 这个四个按钮呢 就变成了一个摇杆 一个杆 杆的话摇起来呢 就方便多了 这个大家可能也有所接触 因为我们现在的航模呀 摇控车呀 飞机上啊 多数都是这种摇杆了 方向键呢 已经不多了 也有方向键 有的好一点的手柄的话 有些手柄的话 它是摇杆和方向键都有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使用摇杆 这个方向键 它只是为了向上一代兼容 向前辈致敬嘛 然后有个别用户 或者非喜欢搓的话 你就搓那个也可以 手柄 它这个方向键和摇杆的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呢 主要用这个方向键 或者是摇杆来切换视频源 就是视频 你选择的时候 那上下左右选 一般我们用不到上下 就是左右选 然后往左往右选 这个大家用过这个橙子VR的时候 可能会有所体会 它可以选什么3D动画 3D美女 3D电影 然后什么3D小视频等等这些 就左右选 选选选中之后 点一下确认 就可以进去 然后进去子目录之后 再选择选择完之后 最终选择到的这个单个视频文件 就可以播放了 这个手表 我们这个VR眼镜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用途 然后确认键选择视频 刚才说过了 你左右摇之后 选择这个视频 然后可以播放 选择播放的话 如果你 进入到下一集之后 觉得这个三 比如说3D动画 觉得不好玩 我想看3D美女 那你还得反 返回上一集 所以这个返回按键 也一定得有 返回上一集菜单 这个呢 因为手柄的话 它一共就这么几个按键 这个需要用这个按键进行映射 还有我们播放和暂停 这个说过的 一定要有这个功能 所以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按键来映射的 快进和快退 这个也是需要用按键来映射的 这个映射的时候 具体怎么映射 我们后边再讲 因为我们实际上一个手柄 它的按键 右手控制的那个按键就四个 对吧 AB和ABB 就是开枪跳 然后连击和连跳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暂停和开始 这是一共加起来六个钮 一个摇杆 十个 十个键 四个方向 四个按钮 这是八个 加上中间这个 开始和暂停 这是最普通的手柄 就是十个 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些功能 分配到这十个键上 然后后续的话 再做一个这个按键映射 然后看看怎么分配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鼠标模式 鼠标模式 摇杆你肯定是要用的 或者是翻向线去搓 这都可以 那么然后左键右键 这样的 可能用不到这么多按钮 但手柄模式的话 它功能要多一些 所以要用的也就多一些 需要进行一下映射 我们手柄 这个蓝牙模块呢 它easykey蓝牙模块 就是我们客人喜欢的这个蓝牙模块 它默认的这个十二个按键 是兼容这个手柄模式的 但它只是兼容这个普通的手柄 它不兼容这个跟VR配合使用的 跟VR眼镜配合使用的这个手柄模式 它需要一些多媒体的这个操作 对多媒体操作呢 这个蓝牙模块本身支持 但是这个默认的十二个按键 它是不支持的 这个逻辑理清楚 Easykey它默认的这十二个按键 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这个四个方向键 也就是上下左右 四个方向键 然后一个暂停 一个开始键 就是一个return 一个space 就是这两个按键 我们游戏里边经常用的这个 暂停开始 然后选择等等这些 都用这两个按钮实现 它还有一个一键和一个二键 然后除此之外 其余四个是WASD键 那么它这十二个按键 就是这样分配的 它的一键和二键 就对于我们手柄上 那个A键和B键 它没有设定这个连跳 就是ABB 就这种它没有设定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它提供的软件 对这个12个按键 进行重新映射 比如说把后边这个WASD键 映射成几个ABB 这种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作为一个扩展内容 跟大家提一下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按照首次的说明去做 我昨天试了一下 在Mac电脑上做这个的话 它的它提供的 推荐的那个软件版本 在我这个电脑上运行不正常 所以还得用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的话呢 它说 可能会导致不兼容 所以这个网上也没有 试出一个结果来 Windows电脑上可能问题会稍少一些 这个后面如果有结果的话 有有有结果的话 我再跟大家说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12个按键 0到11 12个 0到3是方向键 中间这两个是 Return和空格 然后是1 2 这边4个是 WASD 这一共12个按键是这样分配的 如果有这个 按键重新设的那个软件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12个按键重新映射 按照我们的需求去映射 可是对我们来讲呢 就算再映射 这12个按键可能也不够我们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这个RX和TX这两运脚 去给它直接发送这个键吧 ECK它默认的这个按键 可以部分与橙子VR配合使用 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方向键是可以与橙子VR使用的 就它左右摇之后 视频也可以选择 然后呢 能够选择片源播放影片 就是说它的那个确认键是可以用的 但是就不能返回上一集 也不能快进快退 这是一个比较蛋疼的部分 就是它默认的这个按键 跟橙子VR并不是完全匹配的 当然这也不能怪它 因为我试过 我买的成品的VR手柄 就是一个之前跟大家展示过的那种VR手柄 上来跟橙子VR是匹配的算是还好 但是跟手机自带的播放器匹配的 那就完全就是没法用 因为它播放器 不同的播放器它自己的那个多媒体的那个命令 快进快退 音量加减啊 做播放暂停啊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绝大部分一样 但是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你像在我的这个安卓手机上 这是华为荣耀7 在荣耀7上的话 它自己的自身系统自带的这个播放器 它的这个音量键就与这个橙子VR的这个快进和快退键是重复的 所以这两个你就没法配合了 因为你拿一个手柄的话 橙子VR上快进快退是正常的 到了这个荣耀7的这个自带的这个播放器上的话 它就变成了音量加减了 所以你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也是比较头疼 呃 然后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担心了 说我这个都已经买了这个模块了 这个这个到时候 只能左右选择和播放 也不能回退 也不能快进快退 我就看一个电影 我中间高超环节看不到 我还得等个半个小时才能看到这多郁闷了 啊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 这功能我们一定会实现的 是日后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在 未来几节课吧 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先把硬件焊完之后 我们就软件上来就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吹过的牛一定会兑现的 大家不要担心啊 就不然我和以后就没法吹牛了 在你们的面前 呃 我们有一个演示环节啊 这样放到下一节课去讲吧 因为可能演示的时间也会稍微长一些 那么这节课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 然后下下节课呢 对这个 EZK默认的这个手柄按键控制程式APP 进行一个演示 好 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里啊 下节课再见